上禮拜我们应该把编译器讲完了 这禮拜我们就继续看第九章的虚拟机 虚拟机其实说简单很简单 但是困难的部分也很困难 简单是如果你要写一个阳春的虚拟机 其实它很简单 那就应该做什么动作 机器做什么动作你就跟着做类似的动作 通常是一种模拟模拟那样的动作 但是困难的地方是在于 你要让一个虚拟机执行的很快 快到几乎跟原本的机器一样快 那这部分就会相对困难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虚拟机的意义 那我们这一张大概重点都不是去讲说 怎么样子把虚拟机做得很快 而是把怎么样子做出一个虚拟机 虚拟机的原理是什么 还有有哪些类型的虚拟机 那我们会看到虚拟机的简介 然后看到一个叫中肩膀的动机 然后我们自己写了一个CPU脸的虚拟机 就是那个VM的 那实物上面其实还有很多虚拟机 有像Jara的JVM虚拟机 那像现在那个Android的手机上面 有一个叫做DVM虚拟机 Devict Helmic Virtual Machine 那在个人电脑上面 你常常会用到的虚拟机 有像VMware 还有Virtual PC Virtual PC最近很少人用了 最近Virtual Bus 比较多人用的 Virtual Bus是生亚的 Virtual PC是那个 是那个微软的 那最常用的还是VMware VMware VMware就专门拿好公司做 那另外还有一个开放原池 上面很有名的虚拟机 叫做QEMU 那像如果你曾经写过Enjoy的程式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在Enjoy的里面 它要在个人电脑上面去模拟 Android的话 已经有时候 其实它底下 跑了一个QEMU的虚拟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虚拟机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 有看到CPU是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也自己设计了一个指令集 甚至我们自己设计了主一器 然后便衣器这些东西 那更是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在我们所订的指令集 不只是可以在软体上面去跑 像VM 它也可以直接变成硬体 像我们就有用 有用Vlog来写 写这个东西 然后就可以把它烧成硬体 所以 所谓的虚拟机 其实就是模拟那个硬体的机器 模拟那个硬体的软体 那你可以在 比如说我在这个X86的电脑上面 我去模拟出 ARM的CPU的机器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跨平台的 像QEMU就是一个很好的跨平台的虚拟机 而且它碰很快 那 它 做法非常亮起 这个后续再说 先弄清楚一个 简单的虚拟机 是怎么做 所以我们要模拟 那个机器的行为 机器的行为是什么呢 就是指令 一个指令做了什么是 我在虚拟机上面就要对应的 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 OK 这是 谁的手机 好 那 VMware, Virtual PC, Virtual Bus 这是虚拟机 那 有时候我们会搞混一个东西 就是虚拟机跟模拟器 我如果 我如果 指虚拟机的话 通常它模拟的是 指令机 那模拟器通常我们只模拟到外观 或行为啊 这些 那 在这边我们就不区分 很多都叫虚拟机 那虚拟机有分 很多种类 第一种是原生式虚拟机 第二种是寄生式虚拟机 那我们要看 要弄懂这两个的时候 我们要先看 一个没有虚拟机的系统 长成样子 我们才可以弄清楚 什么叫原生式 一个没有虚拟机的作业系统 一个没有虚拟机的作业系统 硬体 上面就是灌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上面就是保宁的层次 一个执行中的层次 就叫做形成 所以是Hardware OS Process 这三层 会形成一个没有 没有虚拟机的 一般的机器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 那个电脑本身 它有挂一层原生式虚拟机 那代表说它在硬体层上面 先挂了一层虚拟机器层 OK 那虚拟机器层 你可以去建立一个虚拟机 之后在上面再挂一个作业器 在这个作业系统上面 再考你的成绩 OK 你可以不只在虚拟机器层上面 建立一个虚拟机 你可以建立两个 可以建立两个 OK 那这时候 它这样的执行模式 就称为原生式虚拟机 因为硬体层上面 直接挂虚拟机器层 然后才挂作业系统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采用 像比如说 你现在在X86上面 灌波焰位 灌那个 我说的X86就是指 你们用的那个PC的电脑 那通常 从286、286、286开始 一直到Intel、Denton之类的 之后都是 都是我们俗称的X86电脑 那寄生式的呢 就不是这样子 寄生式是 虚拟机寄生在 作业系统上面 那 所以 硬体层上面 是先灌一个 作业系统 像Windows 你在Windows里面呢 再灌一个 虚拟机 像VMware 在VMware上面 再建立一个虚拟机 就是虚拟机1 就是VM1 VM2 那在这个VMware上面呢 你再去灌 像作业系统 就变成 你在 比如说Windows XD 或者是Windows 7 里面呢 再灌一个 Ubuntu Linux OK 在这边灌一个 Ubuntu Linux 然后你在上面呢 再滑一个层次 那这时候 这种就是寄生式的 所以 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虚拟机 是哪一个 如果 考你们 我们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 像VMware 这种虚拟机 它是原生式 还是寄生式 寄生式 对 它是寄生式 OK 所以 基本上 现在我们 几乎很难看到 原生式的虚拟机 但是在历史上 原生式的虚拟机 是存在过的 IBM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系统 叫做IBM370 它上面就有一个作业系统 叫OS370 那 它那个作业系统 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灌作业系统之前 要先灌一层虚拟机 它的虚拟机本身 是作业系统的部分 OK 所以 它那个 那个 VM370 就是这一层 那 OS370 就是这一层 OK 所以历史上 曾经存在过 这样的 原生式虚拟机 应该 现况还是有 有这样的 机器 存在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 的状况 是 是 哪一种 系统 它是这样做的 好 所以IBM的 这个 System 370 是一个原生式虚拟机 那 基层室的 就是现在所看到的 这些 通通都是基层室 那 另外 如果 今天 我们 不是那种 完全模拟出整套作业系统的那种东西 也是有虚拟机的 像Java的虚拟机 JVM 它是一个应用层的虚拟机 我不需要 跟作业系统有关系 我在执行的时候 去解译 一种叫做虚拟码的东西 那这种就称为应用层的虚拟机 那像我们自己写的那个 VM 就是个应用层的虚拟机 OK Java的JVM 也是应用层的虚拟机 微软的Dane 它所使用一个叫做CLR 虚拟机 也是应用层的虚拟机 所以现在虚拟机变成 我记得大概是从五六年前吧 整个虚拟机大复兴 大概是从被Java戴起来 那从这个VMware 虚拟机 这些出来之后 整个虚拟机又 又带回来到整个变动工业灵系 变成很重要的东西 那虚拟机不是最近才有的 其实在1970年的时候 就有虚拟机的概念存在 那要设计出虚拟机 你得要看出 我到底想要模拟什么 我们想要模拟的 如果是一种真实的电脑的那种机器 那我们就完全是照那个真实电脑的目的去做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模拟的是一个假想的电脑 那这时候这种假想电脑的机器 我们通常称为中间码 像Java就是一个 它的BiCore就是一个中间码 那这个BiCore呢 就可以在JVM Java Virtual Machine的虚拟机量都执行 微软有一个叫做MSRM Microsoft in the Medium Refuge 就是微软中间语言 那它就可以在它内的平台里面执行 那各位现在所用的Win7里面 其实都已经内建了RM平台 所以你感觉不出有个虚拟机存在 事实上有 只是现在的执行檔 ESE檔 它有一些本身就是MSRM的中间 有一些呢 它还是原生的X86的机器 所以 因为微软保你 在作业系统里面直接支援 所以你看不出来哪一些是哪一些不是 感觉不到 全部都混成一体 OK 那虚拟机如果我们要用它的指令的编码方式来分的话 大致上可以分成 这三种机器 第一种叫做记忆体器 Memoralization 它直接针对记忆体变数进行运算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它没有暂存器 它根本就没有暂存器的观念 因为它记忆体 它不在乎速度 它认为说OK 而且记忆体全部可以直接拿来运转 那这种东西 其实 现在会越来越 越 变得越可能 把它变成一种 真实的机器 因为现在的记忆 越来越大 那 如果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 现在 真实的机器 还很少看到记忆体机 而 真实的机器 通常是暂存器机 也就是说 那个机器上面有暂存器 就像CBO1一样 那个机器上面有暂存器 R0到R15 都是暂存器 但是我为什么不直接 对记忆体 就做加把运算 加点程度一转 我为什么 一定要多过暂存器呢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答案 为什么不对记忆体 直接进行加点程度 比如说ADD的时候 ADD 然后呢 记忆体3652 跟记忆体3654 两个加起来 放到机里 5683 0N 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还要 用暂存器呢 对 对 速度的问题 对 那 哪一种比较坏 以目前而言 目前的科技而言的话 我们会看到 暂存器比较快 这是为什么我们 很少看到 记忆体系的原因 但是 万一 有一天科技改变 技术改变 那 有可能 你会看到像 记忆体系这样的 机器变成 主流 为什么 假如 今天 记忆体的速度 毕竟 暂存器的速度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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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端的状况 是 记忆体的速度 超越暂存器 那 记忆体的容量 又是暂存器的 好几百倍大 那 这时候 你根本不需要暂存器 你只要设计 记忆体机 就好 好 那我们今天 之所以 会看到 所有的机器 几乎都是暂存器 其实是因为 暂存器的速度 比记忆体快 很多 快好几倍 那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是 暂存器的价钱 比记忆体贵在很多倍 几十倍到几百倍 那 这使得 我们只能够用 少数的暂存器 来做快速的预算 但是 多数的 资料 必须存在记忆体里面 那所以像他们在研究那种 计算机结构 几乎都是在这个上面做文章 我要用多少暂存器 要用多少记忆体 要用多少快取记忆体 从记忆体到暂存器中间 还有很多层子 快取记忆体 第一层快取 第二层快取 为什么要搞这么多 原因就是 速度 所以你能看到工业上面的东西 几乎都在速度上面做文章 你电脑的 但是呢 理论上来讲 这些东西都很必要 所以我们来做的时候 如果你要极度的简化 好 记忆体是最简单的 好 这可以让极度的简化 好 好 那第三种叫堆叠机 这就比较特别 啊 堆叠机呢 基本上 它 可以说是 有记忆体 有记忆体 但是呢 它的运算呢 不是使用暂存器 它的运算呢 是有一个堆叠 在上面 然后呢 机理的东西 一旦放到堆叠里面 之后运算的话呢 它会取出堆叠的上层元素 来进行运算 取几个 一个 两个 通常是最多两个 来运算 好 算完之后 结果再把它推回堆叠 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堆叠呢 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其实它最多都在做中间的运算 好 那堆叠机在真实的硬体上面 其实也不太存在 堆叠机通常是一个软体架构的东西 那有哪些东西是堆叠机呢 我们看到的那个VMWare啊 或X86啊 这些都是在存器 其中 那什么东西是堆叠机呢 那 那 刚刚讲的这个 Shava的这一面 微软的MSIL 这些都是堆叠机 那这种中间码 具有中间码的虚拟机 很多喜欢用堆叠机的架构 那原因是因为 这样子 采用这种堆叠机的架构呢 不必 考虑暂存器有几个问题 暂存器怎么分配的问题 都不用考虑 所以相对的 变得比较容易 而且弹性 OK 那这是堆叠机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几个例子 我们如果这样看说 OK 那你说有这几种分类的机器 那到底它的组合元 会长什么样子 那我来看一下 机理机的组合元 跟暂存器机 还有堆叠机 那暂存器机基本上就是 你已经看到了 CPU0是一个暂存器机 所以这边看到的都是 几乎就是CPU0的指令 好 那这次呢 记忆体机会长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 等于零上 这不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中间吗 请注意 它两个有什么差别 记忆体机跟暂存器机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 从翻译里面看不看得出来它的差别 记忆体机 记忆体里面没有什么R1R2 对 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直接拿来用算 你不需要先把它载入到哪里然后才可以算 不需要 因为所有东西都放在记忆体里面 直接拿记忆体来算的话 这样 了解记忆体机的感觉 所以它短很多 对 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 大概是这三个 例子里面 同样 这做的功能都是同样的 都是一加到十 但是呢 这三个里面 记忆体机的程式码最短 再存器机的程式码次短 堆叠机的程式码最长 为什么呢 因为堆叠机 总是需要推一推 然后呢 再加减 然后最后再 再拉拉 OK 在这个推拉之间 就要耗掉很多指令 OK 所以这里 堆叠机 会是最长 那你可以看到 占纹器机呢 他要 载入到占纹器 但是一旦 他载 载入到占纹器 已经载入之后 他就不用再推拉了 所以他虽然 一开始 花了力气 但是之后其实是蛮快的 OK 那堆叠机就不一样 他每次都要 push up push up 之类的 那你就会觉得 这很累 那堆叠机 孩儿的特色 你会看到 比如说这里 push i push is cmp 所以 这cmp 在这里我们会说 cmp r2到r2 r2 r4 把r2跟r4 做比较 然后呢 结果呢 就放在状态里面 放在状态占纹器里面 但是这里 你可以看到 不许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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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之后 cmp 他没有参数 所以铁迹有个特色 就是他的指令 几乎都没有参数 除了不许和他为外 几乎都没有参数 那这个没有参数的指令 到底是谁跟谁在做运算 谁跟谁在做比较 以cmp而言 是谁跟谁在做运算 是i跟死 cmp 预设是有两个 是会hub的两个东西出来 所以呢 他会第一个把死hub出来 再来把ihub出来 然后两个做比较 比较完之后看死 然后呢 再把结果 比较的结果 再推回归零 ok 所以当这里做 jgt的时候 又不许 pore零 再做jgt jgt jgt一样 会取得两个参数出来 第一个呢 会取得这个 跳跃的位置 pore零 第二个呢 他会把cmp的结果 取出来 然后看看 是大鱼的米 还是小鱼 那如果是大鱼的 就会跳 如果是大鱼 就会跳 跳到哪里 跳到 pore零 pore零 那同样这个add呢 是做谁跟谁 是做上跟i 他把上跟i相加 最后再推为堆叠 所以堆叠下最上层呢 会是上加i ok 那所以同样的运作原理 即使是ret也是一样的 他们都会用这样子的堆叠去取得参数 所以堆叠机呢 所有参数都放在堆叠里面 当然他也有验酸单元 也有控制单元 也会有记忆体 记忆体是哪里 堆叠机的记忆体 就是像这个sac 这个就是放在记忆体里面 这REI就是放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也会有记忆体 但是他重点是他的参数 几乎都要先放到堆叠才可以认算 这是堆叠机 那堆叠机的组合语言 我们以这边来当一个例子 因为刚刚看到那个层次有点太长 人会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弄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 如果我先不许6进堆叠 再不许3 请问现在堆叠里面有几个东西 如果我这样不许的话呢 现在堆叠里面应该有三个东西 请问堆叠的最上层是谁 堆3 最下层呢 6 中间是2 所以堆叠的状况 现在从下到上 应该是623 那这时候呢 我呼叫VDD 呼叫VDD的结果会怎么样 623嘛 所以23在上面 所以呼叫VDD的结果呢 他会先POP3 再POP2 然后呢 把3和2相加 那相加的结果不是等于5吗 他把这个结果再推回堆叠 好 所以 这时候 这时候 ADD完 请问堆叠里面有几个东西 ADD这个指令词 请完 请问堆叠里面会有几个东西 2个对 哪里 6跟5 5在上面 6在下面 好 那既然这上面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5 一个是6 接下来我执行SUV 他同样会做类似ADD的动作 只是 他把最上面的5先拉出来 再把 再把现在最上面的6拉出来 OK 本来是最上面的5拉掉了就剩6了 6再拉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两个做相剪 那谁剪谁呢 要看你堆叠的规整 你的SUV指令的运作规整 那我们假设是6前 就是后拉的去剪前拉的 那6前5的结果就变1 那这个1还会干嘛呢 继续推回堆叠 所以SUV执行完之后 堆叠里面有几个东西 就是1 OK 那这个 这样子你要去写一个程式 可以做1加到10 你可以想想 他应该怎么做 我们这一本书里面 几乎 都用1加到10 这个翻例 一路打到10 我们希望 这样子大家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 但是 好 那堆叠机的执行过程 我们刚其实已经考过大家了 他这边用图示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那刚如果你 你没有推论出来 他会怎么做的 你可以看一下图示 一开始我Witch623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623 那做加法的时候呢 他会把3和2拉出来 然后计算完之后再推回堆叠 所以就变成6 变6 那再做减法的时候 再把5和6拉出来 做减完之后再推回堆叠 所以就剩1 OK 好 那这个是堆叠机 你如果要写一个堆叠机的虚拟机 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 因为堆叠机的虚拟机 反而比暂存器机更容易做 因为他 他堆叠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资料机构 很好用的资料机构 如果你一个东西可以用堆叠实做 尽量用堆叠实做 因为他特性不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暂存器机 刚刚看到的是堆叠机 接下来看一个真实的暂存器机 就是VM0 就是CPU0的虚拟机 VM0 那我们用软体的方式来模拟CPU0的自行过程 那根据CPU0的机器指令 然后每一个指令的意义来模拟对应的动作 好 那这边是一个CPU0的虚拟机 就是CPU0的演算法 你要模拟之前呢 第一个你要先看CPU0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 我们看到CPU0的结构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至少它有16个暂存器 而且R0 永远都是0 接下来它有一个不可存取暂存器 叫IR IR就是指令暂存器 其实真实来说 它应该还有两个暂存器 但是那两个也是不可存取的 它是在跟记忆里做沟通的时候 用来存临时的资讯 一个叫MAR 一个叫MDR MAR是位置在冷气 MDR是资料在冷气 都是用来储存 的记忆体位置和记忆体资料 OK 但是呢 基本上MAR和MDR 在我们虚拟机里面 好像不太需要 因为我直接把那个 虚拟机的记忆体 直接拉出来 放到PC或放到IAR 然后放到R里面就好 所以这个中间的过程 其实不需要再透过两个暂存器 在冷体上面温存 但是在硬体上面 它就有必然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有IR 会有R0到15 那这是CPU0里面的结构 所以我就定义了 定义了什么呢 CPU0的虚拟机里面有2G 虽然记忆体照理讲 应该是外加的 但是考虚拟机 其实把M拉进去 你才能完整 不然你只有CPU 是没办法执行的 一定要加上记忆体才能执行 所以我们把M拉进去 直接拉到虚拟机里面 好 第二个就是IAR 它是整数 32位元整数 所以我写IAT32 那以C元而言 现在的 现在的C元呢 INT通常就是32位元 但是在迁入4里面 也不一定 所以这点 这点是要注意的 所以如果你在写C元的时候 你要确定 这个东西是32位元 你应该用什么 应该用R0 R0才是32位元 好 好 那IAT呢 有时候是32位 有时候是16位元 不一定 那Short的话呢 一定是16位元 那BYTE 就是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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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什么 那 CHAR C元里面的CHAR 一定是8位元 那这里 PC呢 我们 其实它是一个别名 是R15的别名 LR呢 是R14的别名 SP呢 是R13的别名 好 那我们在这里用 PC LR 其实它就是指R15 R14 R14 R13 这些 那我要跑一个 层次来模拟 CPU0的运作方式 那CPU0的 运作的时候 不是把目的码直接搬到记忆里面吗 然后就开始 把 把那个 啊 位置 就是 程式基数基 指到那个 记忆里的一开头 然后就开始执行 OK 那所以呢 我们在模拟的时候 一样 我把整个目的码 读进来 然后呢 放到 记忆里面 N 放到N 这个记忆里面 然后呢 得到启动位置 看看是载入到哪里 那 这个启动位置得到之后呢 我就让PC 你这个启动位置 好 那程式基数基 直到启动位置之后呢 以硬体而言 它就开始 以软体而言呢 你要去 设计它的 直行逻辑 好 那 LR这边呢 就是 就是那个 返回位置 返回位置 我把它设-1 这是故意的 好 为什么呢 照理讲 返回位置 不会有故意 那一旦你看到故意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哦 原来 已经到最上层了 城市可以结束 OK 所以 我们LR呢 一开始就设成故意 OK 在这里 好 那接下来呢 STOP的reports 就是 目前 这个STOP是指 整个城市应该停止 什么时候停止呢 一直会推到最上层 发现 LS故意的时候就停止 好 那 所以 Why not stop 就还没停之前 我们就执行 那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 R0先设成 因为R0 永远都是0 OK 接下来呢 那 这每一轮都是在做一个指令 每一轮都在做一个指令 我把PC到PC加3 因为它是32位 4个byte PC加0到PC加3 总共4个byte 载入到IR指令在手机里面 然后把程式技术器加4 几乎都在模拟那个 那个CPU里的逻辑行为 那接下来呢 我让先把指令暂存机里面 24到31 这一个范围的位元取出来 放到OP的这个变数里面 20到23这个范围的Bit 取出来放到RA这个变数里面 那这个就代表暂存器 暂存器的代号 第一目标暂存器的代号 第一个参数暂存器的代号 第二个参数暂存器的代号 第一个来源暂存器 第二个来源暂存器 那接下来呢 有一些常数 你看C60的指令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些常数 在后面可能是12个位元 可能是16个位元 可能是24个位元 那不一定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的位元取出来 先把12个位元版本的 16个位元版本 24个位元版本的取出来 但取出来之后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我们只是纯粹取出那个位元而已 但是如果是负值呢 如果是负值的话 那前面应该补1 前面补1 那就是要补0s 所以当它有复数的情况 复数的情况 就是第一个位元不是0 或者说第一个位元是1 这时候呢 就要补那个 复数的填充 填充位元 好 那接下来 我们 先做一些简易的计算 例如说 CADDR 这个是在LDST的时候 会使用到的位置 RADDR 这是在LDR SDR 这些指令的时候 会使用到的位置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SwitchOP 就 就 根据OP 来 的内容 来决定要做什么事 如果OP 是LD 这LD的代码 那它就做 载入 记忆体的这个内容 到 暂存器 RAD 里面 如果是储存的话 就把这个 暂存器存到 这个记忆体的内容 如果是 载入BIT 那就是 一个BIT 一个记忆体BIT 把它载入得很近 反过来呢 就是一个记忆BIT 把暂存器存到 那个记忆体的BIT LDR LDR LDR跟这个不一样 这边是用CADDR 这边是用RADDR 为什么 因为一个是 有加常数的 一个是两个都暂存器 不一样 好 那 LDI呢 就比较简单 因为 它就直接把CS 塞到RA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 LDI 和CS 我这边好像描写 很详细 这CS 应该是 LDI 等应该是 16 LDI 对 应该是C16 OK 好 那如果做比较的时候呢 就要比较RA 跟RB 然后把那个 结果的位元 放到 放到 那个状态在人器里面 如果做移动的话呢 就是把 RRA设定成RB 如果是加法 就把 RRA设定成RB 加RZ 那 减法当然就是 减 就是乘 N N N O 就是S O 就是S O 左移的话呢 就是左移 但是 后面是跟着常数 就是跟着在人器 那 右移就是右移 所以 就这样做就可以了 那 跳跃的话呢 就是修改层次技术器 加上这个C24 OK 那 OK 那 不等于的时候才跳 那就是 他不是等于的时候才跳 如果大于 小于的时候才跳 那就是当他是想 条件 条件 位元是小于的时候才跳 如果大于的话 就是条件位元是大于才跳 如果是小于等于 那就是条件位元是小于或等于的时候就跳 那 如果是JMP呢 就不管什么样都要跳 那 就不管什么样都要跳 那 如果是SWI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到的一个 就是说 如果是SWI的话 那个是软体中断 这个要等 这个在作业系统里面才会用到 那 如果是软体中断的话 我们就把 R14 也就是 也就是 就是那个LR 连接粘转器 先把PC放进去 这样我们中断完之后才可以跳回来 那 接下来把PC设成C24 就是跳到 跳到 那个 绝对的一个位置上面 一个绝对的C24所指定的位置上面 那另外这个 我记得后来很像改叫COL 我这边可能没有修改 COL就是呼叫 呼叫 呼叫呼诊识的话呢 就 一样 我就是要 跳到那个 跳到那个 pc加C2 因为它是用相对 相对跳要的方式 那 一样要存到L 存到L 存到L 这样子 下次要RET的时候才跳的 那如果是执行RET 就是返回的话 返回的话 有可能是从 不承识反回 有可能是从中断反回 那如果是反回的话呢 那就把PC设成LOR 就反回 但是有个状况需要判断 就是如果 这个LOR小了一点 就是连接那能机已经小了一点的话 我们就让整个层次平址 如果是PUSH PUSH 那推入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堆叠先往下进 先往下进 应该是说往上 增长 因为我们 我们的堆叠是从上往下生长 所以是往下进 不对 我们是堆叠是从 从下往上生长 所以是进 因为 越上面是0 下面才是 所以是进 那把RRA呢 存到 记忆体 因为PUSH 就是 存入到 XB所在的 那个 记忆体位置 那PAP呢 就反过来 载入 那PUSHB呢 就存 一个byte 到记忆体 PAPB呢 就是载入一个byte 到振能器 取出一个byte 到振能器 那最后我们会把 程式计数器 指令认分器 还有目标 暂程器 通通印出来观察一下 它的执行结果 看看 对不对 那最后你可以把所有的暂程器都印出来 让使用者最后知道整个程式的执行结果 这样子就得到了虚拟机的整片段 那这边呢 还有两个实物案例 那待会我们还有一个实物案例 就是我们自己的 CPU0的虚拟机 VM0 那先来看一下这个 业界的实物案例 一个是Java的虚拟机 Java 那其实 Java有很多实作 很声洋的 当然是官方的实作 那另外还有一些开放原始码的实作 像Google Delphic 就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实作 那现在的那个 那个Joy的就是用这一个版本 Google Delphic Rachel Machine 它其实也是勾并来 不是Google原本就自己写到 那另外开放原始码就还要准备 Jike Mono Apache 那Mono这一个是比较值得注意的 就是 如果你 你写C-Shark 你写C-Shark的时候 我是不是只能在Vidget Studio 按Windows上执行 但是 如果你知道Mono这个东西的话 你会发现即使C-Shark 可以在Painless上面执行 因为 有Mono这个障碍 你逼出来的东西 Mono基本上就是仿杂微软的虚拟机 做的一个版本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真实的虚拟机的结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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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